哈喽 那很感恩在这个事业里边 可以跟像Eleanor那么优秀的教练 可以一起的创业 所以今天特别用心 请到Eleanor 那我们接下来请Eleanor 来自我介绍一下 可以吗 谢谢Nita的邀请 我知道你住在Vancouver 那我住在Huston 我基本上我们时差两个小时 我在中央时间 那我自己来自台湾 大概今年底来美国就要四年了 对然后对很多人来说 我来美国还是蛮new的这样子 对那我以前在台湾 是一个工作六年多的临床心理师 那因为就是一直很想要出国 所以我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其实已经预备很久 然后刚好遇到疫情 可是我后来还是决定 就是出国这样子 对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因为在台湾的工作 已经很稳定了 对所以其实 过来之后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会开始这个网络创业 其实是在网络上面 真的来美国刚好那时候疫情 就是在家里面都是在用电脑 然后有一天就是在脸书上面 就是跳出了一个广告 然后我就就是加入了这个事业 其实是很因缘机会下面的一个机会 是是是 真的是 我记得我看过Eleanor的一些分享 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是很有勇气的 因为要放下你很多稳定的工作 然后拨打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就叫基本上从零开始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很好奇 刚刚你都说到提到一点就是 你为什么会想网络创业 其实可能疫情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我也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这个网络创业 那当初有没有怀疑 然后你是如何评估这个项目 是值得你加入的呢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相信每个观众都会 对 都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自己其实当初在看完 我的教练的广告时候 我当下看完广告 马上就报名讲座 然后看完讲座之后 马上就去付了 我们要进入到评估阶段的149美元 那我觉得就是 对我来说 那个广告是写的 后来我成为这个事业的原因 我走后来觉得 那个广告真的写得很好这样 就完全不已有它 所以就是 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我也是经过 就是评估 最后才选择加入的 那我从评估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自己对这个事业 没有太大的怀疑 对 然后可能是因为当时 自己的状态吧 就是知道说来国外 然后你也知道说 就是来国外一开始 就是用以前的积蓄 那来到国外之后 其实这边的高收入 其实高花费 那你怎么样都是 不可能用你的积蓄 一直去打平的 就是基本上一定 你有一天你的积蓄 会用完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在美国之后 我就开始在想说 什么样的机会可以 就是让我在美国 就是同时要进行学业 然后可能还有一点收入来源 那说真的就是 我其实为了要出国 我已经预备很久 所以其实我在台湾 就已经开始去学投资 在台湾开始就已经赚美金了 对 我就已经开始有一个概念 是我要建立多元的收入管道 那因为我自己学投资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被动收入 都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就连一个创业也是一样 所以当初 其实我在评估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它是不可行的 然后我也很相信它 那当然我有跟我的教练谈过 我当初进来的时候 我也有我的质疑 但是我跟我教练就是讲完电话 我们都有咨询会议嘛 就是咨询的 就是跟教练咨询的时间 那讲完上 基本上我对这个事业 是没有什么怀疑的 但是怀疑的是我自己的状态 就是说我才刚来 我真的是才刚来美国一个多月 然后有很多东西要去适应 然后我还是一个学生 那我会在我评量我自己的时间 还有各个资源 各个状况下面 我是不是可以就是马上开始这个事业 所以当时我评估的是我自己的状态 而不是这个事业的本质 那这事业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很多人会好奇说 很多人会发现这个网络事业 可能是因为你在网络上 设取很多的网络创业的各种机会 其实我完全没有 对 我是就是因缘机会下看到广告 然后我其实后来想想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就是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比较 或者尝试各种机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可能在Facebook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 常常都会有广告 广告一直在跟你说 什么样的创业机会 尤其是YouTube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实你每一个在评估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需要花时间 可能需要花时间努力的 那所以我会跟大家说 当你发现这个机会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幸运的 因为你真的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比较 你就是直接去评估 然后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适合你的机会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零风险的评估 对 那我当初会加入的很快 也是因为刚好它是我要的 因为我在台中尝试过其他的事业 可是我发现 我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可以从网路上找到合适我的客户 那我可能之前事业 比较是一直要去卖产品 然后是要去卖产品 对 然后可是在这个事业里面 我觉得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可以从网路帮我筛选出合适的客户 而且我想要找到的是真的想要做事业的人 所以这是这个事业可以提供给我的东西 所以当初我看到说 它正好就是我 这个部分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学的东西 所以我就很快加入这个事业了 谢谢你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非常非常对 因为当初我进来之前 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不同的项目 真的是像你说说一样 每一个项目都好像很吸引一样 但是你必须要花时间去了解 当我了解其他项目以后 其实因为我有做对比了 因为我看完别的项目 在进来的时候 我对比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平台给我们的价值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很多的平台 它可能给你的门槛非常低 就是说可能几百块 你就可以开始一个项目 那你进去以后 就是你会知道 你要不断不断的去要付费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们 当你去考虑一个创业的项目的时候 其实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其实你想想有没有可能 就是用那么低的门槛 你就是能做到有被动收入 然后取代你的正值呢 其实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你在深入的去想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hidden 我们说不知道的一些费用在后面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 非常非常的fair 你进来你付掉149块钱 你就是可以传盘的去考察 它会把我们所有的费用 我们所有要知道的事情 你的供应箱 你的产品线如何分润 这些都很清楚的给你去了解考察 那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我们很蒙福了 很幸运的遇上这份网络事业 那当初我感恩的是 我有去考察别的 但我没有花钱去做 我听过很多不同人的分享 其实花了很钱 花了时间 还投入一大笔钱去那些项目 后来发现不行 又之后才遇上这个创业的机会 那我真的是Echo Eleanor的呼应 我觉得当你遇上这个项目的机会 你就其实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考察 我也觉得你刚刚所说的 我考察下来 当下我也觉得这个平台 是完全是可信的 我觉得看到那么多人 在过去八年用同一个平台 不管什么年龄成端 什么的语言种族 都能成功创业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成功的因素在里面 那当下我的考虑也是跟你一样 其实我比较多是 认为自己能不能做得来 在这一块上面去做一个 真是深入的去了解自己 还有跟这个实验 能不能真的是match起来 那最后下决定来做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这个平台 给我们真的是太多太多的价值了 那我们来到下一个问题 其实我很想听一听Eleanor教练 因为我们很多人想网络创业的时候 其实都有很多的疑问 包括我刚刚所说的 对自己有怀疑 然后不知道该如何做 反正是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你认为新手应该具备什么的 一个技能和心态呢 我觉得如果技能跟心态一起摆着的话 我觉得心态是优先于技能的 因为基本上这个网络事业就是 你只要有电脑有网络 你就可以做对吗 所以如果你真的完全不会用电脑的话 你可能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使用电脑 可是大部分的人现在都已经手机 然后电脑就是都有了 我上礼拜我们前几个礼拜 我们自己我打了另外一场会议 我们的咨询对象是70岁的一个长辈 我都觉得他都可以了 为什么我们不行 对所以我觉得是心态 为什么他70岁了还可以 就是这么的 就是想要勇于去尝试一个机会 然后他甚至可以自己去 就是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心态就是 新手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是 当你遇到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 你要相信自己有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网络创业 那我自己在很多的伙伴里面 尤其是新手 我觉得对新手来说 你会遇到 在网络世界里面 你的确会遇到很多 没有办法预期的状况 因为这些social media platform 其实基本上他们是一直update 然后有时候他们的演算法 因为是网络世界嘛 所以有时候他们的平台 有时候也会出一些trouble 这是真的 这是必须老师跟大家说的 那重点就是你自己的心态是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是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你的情绪处理能力啊 然后你在面对问题的能力 其实都是在反映你自己的状态 那这是我后来自己 就是学到的东西 那我相信很多人 在这个事业里面 在开始这个网络创业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很多 你从来没有遇过的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都只是 这些social media platform的使用者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说 因为这个事业 我们才会想过说 我们要透过他来 可能赚取收入 或者是透过他来做一个事业 然后透过他来 就是真正的去 去经营一个事业的 就是比如说你的Fastbook的 Business Page或者是你的YouTube Channel 那一定会遇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那所以唯一能够克服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其实是你的心态 因为你必须得相信你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你要就是勇于去 就是发挥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我要说的是 其实我们的平台真的是很完善的 你现在可能看不到一个事业平台 就是已经非常可以说佛心吗 或者是说非常无私的 预备了一个很新的资源 而且这个资源其实是不断的在更新的 大家可以发现说 其实我们很多 我们的行政管理系统 或者是什么 其实是一直更新的 对 然后他一直在做 网络上面的加强的保护 就是其实他们是一直不断的更新的 那既然系统他本身都在更新的 那我们自己的心态 也就没有办法停留在原地 我们自己必须要跟上那个更新的脚步 那更新的脚步很简单 就是你要保持学习的态度 然后我都常跟我们的伙伴们说 就是打怪啊 就是真的不论是创业 然后或者是创业本身就需要打怪了 那网络创业更需要 因为网络世界是永远都会出现 我们还没有遇过的问题 或我们还没学习的东西 尤其像现在是AI的世代 那AI很多东西 其实连我自己我都还 不是这么的会使用CHETS GPT 所以都有学习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转化一下心态 就是当你去克服一个问题 然后变成是你可以多增加一个能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那这些问题没有什么 就是我要努力去克服 我就多长了一个能力出来 是是是我非常同意 Eleanor教练刚刚提到 我记得我进来经常会听到一些就是前辈跟我分享 没错 我们的创业是80% 就是80%是心态 20%是你的技能 后来我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在经营这个事业 我发现真的是心态是永远是第一的 因为确实像你所说的 可能你遇到的在网络创业当中 其实这么说吧 创业本身就不是寻常的路 你本来就可能会经常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要解决的 不要说在网络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然后它变化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确实你会遇见很多可能从来都没有遇过的问题 甚至你的前辈可能都没有遇过的一些问题 这是真的 但是开心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刚刚Eleanor有提到是无私的一个团队 我真正在这里边能感受到的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的mentor也好我们的partner也好 真的是无私的去愿意去帮助每一位有需要的伙伴 那在哪里找到那么好的一个氛围呢 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创业这个路上面最幸福的地方 确实是当你遇上问题 你永远知道你有back out 你不是一个人的 你就是有一个团队你在你的背后 你有你的mentor在你的背后去支持你 那确实在这个创业里边 在心态上我觉得我越做 我的心态就会越变越成熟 然后越变越好 你会发现其实学会了问题永远都会有的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解决的方案永远比问题会多 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学习 就刚刚Eleanor有提到 其实真的是要盗控自己 愿意去学习 还有就是有问题的时候愿意去找寻找帮助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很怕呀 然后觉得不好意思呀 又怕可能你mentor太忙啊 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负担了 我觉得其实只要你很肯问 你一定有时帮助你的伙伴 或是拍单会帮你的 那我觉得在这里边 确实心态比技能重要太多了 技能我们是按照我们的training一步一步 都是手把手的带着你 然后懒人包的方式给你什么都做好了 你只要按步骤班去做走势了 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幸运遇上这份网络事业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我想接着问Eleanor你在这个创业的当中 你觉得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带给你或者是你生活中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呢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发现不同的自己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对我来说 因为本身以前就是在台湾嘛 那其实三十几岁来美国 就很多东西都要适应 就是包含文化啊 然后各个方面都是在适应 那其实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我在来美国之后 我觉得这个网络事业成为我一个很大的生活中心 那因为我其实目前是还在单身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说我好像多了很多时间 可以做这个事业 那可是我同时有其他的事情在忙 那我自己真的就是我的原生家庭还在台湾 那虽然我在美国有亲戚 可是大部分时间可能是一个人的 那所以我可能要学习怎么面对我的孤独啊 然后可是因为这个网络事业 让我在网络事业里面就是认识了来自很多世界的伙伴 然后它真的打开我一个世界是 我always可以在这个事业里面找到我想要学习的东西 那一定是这个training side 就是我可以从就接续着刚刚上面的问题 就是其实一个问题跑出来在你面前的时候 当你去想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解决问题 然后去学习很多东西 所以我要说的是在网络创业里面 我发现我不同的自己是 我以前其实基本上我也是一个不太喜欢 把我的就是个人的privacy 暴露在别人生活面前的人 那有时候我就学心理了嘛 所以我不喜欢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来这个事业之后 我发开始去享受做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这个事业是让你去真的很去很真诚的分享说 这个事业带给我们的改变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事业不只是收入 其实收入是对我来说是额外附加 那当然我收入还是很重要 就是说我未来的目标 每个人都是希望说 其实你就是可以花越少的时间去赚取更多的收入 然后你可以在家庭跟生活里面更平衡 都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事业里面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可是有一些本质的东西 也就是说像我就会一直思考说 我真正以后我想要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如果你以后你可以透过这个事业 然后你也会更清楚知道说 比如说Anita现在有家庭了 那你透过这个事业 你可能慢慢的可以更去思考说 我透过这个事业 我可以在我的未来的家庭生活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计划 或者是不同的改变 所以这个事业带给我蛮多的 我觉得第一个是心态上的改变 就是以前可能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当工作的人 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自己去发挥创意 然后自己去找回我想要掌控的 就是掌控的东西 对那以前可能就是 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或者是在家庭 或者甚至家庭里面一样 可能你很容易都会失去自我 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做你真正的自己 可是在这个事业其实给了你很大的空间 去发挥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对对 非常非常认同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的访谈当中 真的是很多伙伴 甚至一些就是前辈给到我的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他们的收获 都是在我们自我成长这一块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当我们想来创业 可能第一想到的就真的是收入了 因为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但是我们很多人进入到这个事业里面 发现其实学了收入以外 我们有更深或更上一层的一个收获 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 学了在物质这一块 在心灵这一块确实有很大很大的收获 包括刚刚Eleanor提到的 不管你是单身 或是你是妈妈也好 很多时候给生活压迫到 其实喘不过气 你好像没有了自己 你在打工的时候 你上班 你一直可能就是为了公司 为了你的上老板去打工 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或是你在想怎么去自我的去争执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事业跟你的工作都把你绑在那里 如果是妈妈的 就像我们很多 本身我是有工作了 之前我就没有太大这个感觉 但是听很多人的分享 特别是传职的妈妈 当他们在家里每一天都围着孩子来转的时候 觉得生活真的是到一个地步是很乏味 就好像孩子不在的时候 我自己有什么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所以确实透过这个网络创业 我们许了在金钱上面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回报以外 我们确实在我们个人的成长 不管你是妈妈也好 是打工也好 你在里边会不断的发现更好的自己 我们真的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 说实话 然后 但是你就刚刚提到的 其实每一个问题 给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 跟成长的机会 你发现 你能在这个问题下面发觉 原来自己有那么强的能力 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也能帮到别人之后 你这个满足感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能你在一般的生活当中 或你打工的生活当中 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这种的满足 然后我们 我发现我们的创业的创业家呀 或是伙伴 每一次都是非常非常的热心的去参加会议 那有时候我就看着 没有人要你去参加会议 你参加会议也没有说必须要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非常踊跃的去参加呢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里面真的是有收获 每一次的会议我们都有成长 每一次我们都会很开心的 就不管是去帮助别人 或者是被帮助 在当下我们都会发现 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有一点一点的成长 累积在一段时间 你就发现你回头一看 你现在的你跟三个月的你 其实变化蛮大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进入到这个平台以后的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感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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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